在中国电视剧史上,穷瑶史上不过去的人物,曾经只要穷瑶剧一上映,那绝对是万人空相。 穷瑶只在取得成功的同时,也成就了一批貌美如花的穷瑶女郎。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,被唱最美穷瑶女郎的陈德荣,他与穷瑶之间有怎样的故事? 他现在又过得怎样呢? 往事如云,一切都得从故事的开始讲起。 陈德荣1974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,他从小长得十分美丽,深得父母的宠爱。 在九岁那年就因为长得好看,他命运的轨迹开始改变。 这一年,他母亲帮他拍了一些生活照,拿到照相馆去冲洗。 在他母亲还没有去照相馆取照片之前,照相馆的老板觉得陈德荣长得好看,就将他的一张照片摆在店门口展示。 结果有一位星探用过这家照相馆,被陈德荣的照片吸引了。 于是通过照相馆老板,星探联系上了陈德荣的母亲。 星探联系上陈德荣母亲后,真的同意,就开始让陈德荣拍广告。 那时的陈德荣年纪小,也不等什么事拍广告,只知道很好玩,每次拍完广告,叔叔阿姨就将他拍广告的那些书包,糖果都送给他,他还特别的开心。 当陈德荣15岁的时候,他决定正式进入演艺界,他去了香港,进入了商事影业,那时,他还和王祖贤住在一个房间里,因为王祖贤的母亲和他的母亲是好朋友。 也是在15岁这一年,他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《国中女生》,而他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,因为拍这部电影,他引起了琼瑶的注意。 琼瑶找到了陈德荣和他的母亲,琼瑶对陈德荣的母亲说,陈德荣非常适合出演大戏中的角色,他希望能将陈德荣迁到旗下公司。 一般人面对这样的大好机会,肯定是立马抓住,陈德荣的母亲却选择了拒绝,拒绝的理由是陈德荣年龄还小,不适合眼睛干戏。 虽然被陈德荣母亲拒绝了,但琼瑶并没有放弃,他说他,愿意等陈德荣三年,他希望陈德荣三年后能演他的戏。 陈德荣的母亲同意了,在正式和琼瑶合作之前,陈德荣和刘晓慧合作了电影《双卓》, 于周星石,吴梦达,张敏合作了电影《鹿顶记》, 与周星石,林青佳合作了电影《鹿顶记》二,《善龙将》出演这些电影,使陈德荣有了很大的名气,但真正让他火遍全国,还是因为和琼瑶合作。 1993年,他出演琼瑶剧《梅花在弄之梅花老中的白银霜》,同年年底《梅花在弄之水云间》开播,他饰演杜千千。 1996年,他出演琼瑶剧《一连幽梦》,饰演汪子林一角,这几部电视剧使陈德荣火遍全国,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之一,也使她成为了无数男青年的梦中情人。 而那时陈德荣的母亲,每天都会将粉丝写给她的一摞又一摞的信拿给她。 如此美丽,如此优秀的陈德荣,自然会引起很多人对她感情、生活的关注。 而陈德荣在《一连幽梦》播出一年后,真的谈恋爱了,男朋友是台湾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文山,这一年陈德荣只有23岁。 而王文山就是因为看了,梅花三弄之梅花老,被陈德荣迷住了,从而对陈德荣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 在他们相恋第三年的时候,他们也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王文山想和陈德荣结婚,但是陈德荣退缩了,他觉得自己年龄还小,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, 最终,两人在两千年以性格不合的理由分手。 在和王文山分手后,陈德荣又交往了一位男朋友,可是两人在谈了两年,快要结婚的时候分手了。 后来陈德荣做客吴宗宪的节目,他说出了真实的原因,一是因为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,一地恋很辛苦,二是男友提出结婚,而他依旧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。 吴宗宪问他爸妈会不会吹婚,陈德荣坦言父母很开明,还告诉他不能因为结婚而结婚。 在这之后,陈德荣也传出了一些妃恩,但是没有被陈德荣承认。 当他再次谈恋爱的时候,已经是在2008年,这一年他参加了一场聚会,忽然有个仪表堂堂的男人向他打招呼,问他,你还记得我吗? 陈德荣想了几秒,激动的说,记得,你的样貌没什么改变。 男子一听陈德荣还记得他也是十分的高兴,而这个男人名字叫王赞策,是一位富二代,是地产家族的公子哥,身家百亿。 他与陈德荣曾是小学同学,王赞策和陈德荣虽然是小学同学,但并不是一个班的,他们能认识,完全是因为有一位共同的好友,而他们那时说话并不多。 但在2008年再次相遇后,他们的故事真正的开始了,而促使陈德荣和王赞策感情加深的一件事情,则是买房。 陈德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自己不会怎么理财,只会买房。 恰好,2008年,他准备再买一套房,有一次陈德荣,王赞策和朋友们一起聚会,聊着聊着忽然说到房子的事情,王赞策对陈德荣说,我可以陪你去看房啊。 因为王赞策曾在美国生活很长一段时间,而且他还在美国学习了建筑甄业,他对建材、房屋构架十分了解。 两人在见面次数增多,交流更多之后,陈德荣发系王赞策非常憨厚,非常老实,跟以前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有嘴滑舌,流里流气的男人们不同。 他们相恋了,在恋爱后,陈德荣还发现,王赞策小学的纪念册里,有一张他和朋友的合影,而在这张合影里,王赞策还特意在他头顶画了一个圆圈。 2011年,陈德荣和王赞策结婚了,陈德荣觉得和王赞策在一起很安心,他觉得王赞策非常可靠,并且王赞策和他的家人,非常尊重他和他的工作。 如今,陈德荣和王赞策已经结婚九年,这九年,他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家庭上,减少了拍戏,偶尔街拍广告或出席代言。 活动,反而他经常和王赞策一起旅游,十分的恩爱。 只不过与常人不同的是,他们选择了宾客,没有生孩子。 对于为什么不要孩子,陈德荣接受媒体采访时,也谈言双方父母没有对这方面的压力,加上婚前大家总是在工作,婚后有了伴侣可以经常出去旅游,走一走,如果有了孩子就很难做到这样。 但陈德荣也表示并不排斥小孩子,如果想要孩子会去领养,或者找代理孕母,他认为,结婚并不是为了传宗接代,所以,有没有孩子并不重要。 每个人要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,我们不做过多评价,只要他们觉得幸福就好,毕竟人这一生能遇到彼此相爱的人不容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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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